地心引力是 让我们的肌肤老化的 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所以你们刚刚做的 只是在抵抗地心引力 其实这样子是OK的 如果你们平常在家里 就是在擦面膜 或是按摩手法的时候 你们可以躺着 然后这样子按摩一下 也可以修齐一下 对 而且我刚刚在后台 听到他们的保养 现在比较注重的就是 保湿而已 自己看基础了吧 对 那我考考三位好了 预防老化 你们觉得几岁要开始做 就是预防老化 18岁 18岁 你觉得肌肤18岁 你还有冤患医师 但是他20岁是差不多的 因为20岁其实就是 我们的胶原蛋白 也开始流失了 然后慢慢的 肌肤缺水之后 它就会慢慢冲下来 毛孔也会越来越大 有今天三位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介意我们问一下年龄吗 可以不介意啊 很介意吧 那这样小片老师 你是我们的这个 我18 我不能才 我没有18 你的年龄 不是说他们既然说 这个自己的肌肤 就觉得没有太多问题 你来检查一下 他的肌肤年龄 跟他的实际年龄 到底是不是符合的 好不好 好 现场看你 肌肤年龄双重讨论 到底谁才是好肌肤第一名 那我们从这个最活泼的元希 开始 你好我年轻一时对我 我有大概在门的 我真的觉得 今天是比较好 我会买个 桑林多少 我要今年19 19 那你把眼镜拿下我看一下 我不是他其实 他脸上的肌肤非常好 但是 因为可能也是现在的季节 加上你们比赛很辛苦 加上现在的通告比较多的关系 他眼周 就有一点点 有点细无 对小肝纹 你要加强保养你的眼睛 你必须要眼霜吗 就是我小时候还没到这个脸 要上去 对 你必须要用 对 你必须要用 天啊 你必须要用眼霜 我有经常看 我为什么看她的白眼神 对 很多人会觉得 霜类型的东西 就会觉得妈妈才要用 比如说晚霜 眼霜 就觉得年轻我就不要用 其实现在眼霜跟晚霜 都有分适合年轻的女生 可以用的 对 你要预防 接下来愈可为 最担心的肌肤问题 马上好过 好 做好准备咯 可为一今年 呃 我 我现在要睡了 她是挺鲜小的 因为她 那肌肤动作还好 但是25岁的话呢 我有做抖 而且你的毛孔会比较明显 就是鼻子周围 可能因为你是油性肌肤吗 对对对 我初游很厉害 就是初游比较厉害的人 如果你的清洁没有做的彻底 跟去角质动作 没有勤劳地做的话 就很容易毛孔堆积 跟会长小痘痘 还有 你要是自己在家里 看到镜子的时候 你要是觉得 我毛孔大 那你不要只觉得 毛孔就是大 那毛孔只是毛孔的问题 其实你毛孔 如果慢慢地变成水滴形状 它不是圆的时候 其实就是 你也开始老化了 对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你除了疯狂使用那些 控油类的产品之外 你就是保持 你刚刚说的保持 一定要加勤地做 它的控油量自然就会降低 好 丹丽娜经常说错话 告诉大家话 那丽娜就我们看的肌肤很好 而且听说你是有四分之一的 硬 男 硬度血统 男 男 对 已经那么重要 对 肌肤好重要 好漂亮 那你几岁 20 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现在小孩发育点太好了 好 是不是 20岁 很年轻 我觉得就是皮肤 比较深的女生 都要小心 因为你要是皮肤深 然后你的皮肤 保水度不高 很容易会看起来 干干老老的 但是她呢 其实肌肤状况很好 就是看起来 肤色虽然健康 但是很亮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呢 你要是对镜子仔细看 你在没有动 没有做表情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这些 小小干干的这个 它就是假性皱纹 所以现在20岁 你有开始用 抗老的保养品吗 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那我相信你们 现在开始变成年轻了 你们慢慢每天都要化妆 你一定要保养得更加勤了 那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的现场三位当中 即将有一位要卸妆了